其实这一次能够过来 也是这个 可能是姻缘跟福报上来 才能够来到佛母寺 因为当时呢 我好像是十月初还是九月底的时候 我当时呢 我就在心里面 我就在想 我说 因为我在深圳 我说广东 这附近不远的地方 我说要是哪里有个死 八字解读人生 风水改变命运 大家好 居士 从业风水26年 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 都获得了巨大成功 针对八字测算 风水布局 命力分析 事业财运 首相面相 感情婚姻 有独到专严见解 如果你的财运不价 情感不顺 诸事繁星 原主可添加 本局是微信 26682135 一一帮你调节化解 记住微信 26682135 看这个师父 讲乐远经 我就被师父 深深的吸引住了 我觉得这个乐远经 讲得特别好 因为师父 很有智慧 他真的是 就是变才无碍 给我的感觉 变才无碍 没有语连珠 而要风趣 幽默 就是这些 深深的吸引了我 我就想 我就想着 就是为了 其实我这一次 来的目的就是 这条路就是 一定要明心见性 了生死 所以才来的佛母寺 因为平时我在家里 在家里呢 就是说 有时候精进勇 有时候又懈怠 会懒散 就是 一个人 就是没有那个 没有参加共修的 这种能量那么大 那个厂的能量 没有那么大 然后第一次参加 这个 这个 这个楞严 楞严法会 当一起 念诵这个楞严咒的时候 刚开始的时候 27号 28号那天早上 其实我的心是 很散乱的 妄念纷飞 真的是妄念纷飞 然后呢 师父其实 给了我们很多的方法 我发现 我观察到了 师父他在 说笑 打骂间 已经把佛华 就是这个 佛法 就是给我们掩饰的 淋漓尽致 所以我觉得 特别的受益 然后下午在念咒的时候 我就尽量的 射住自己的心 把心安住在这个咒上 然后下午呢 就感觉念的 特别的过瘾 就念的 就不想停下来的那种 我第一次发现 就是大家一起念咒的 那种感觉是 如此的美妙 真的就像师父说的那样 就像高山流水 就是一波一波的 就 就 特别的美妙 包括第二天 下午的那个念咒 一气呵成 一气念 一口气 就是 就是念完了 十五遍 那种感觉 特别特别的美好 你知道 愣言是开智慧的 原来我都不知道 我的一个朋友 他发现我 他发现了我的改变 其实我不知道 我自己改变有多大 其实我不知道 但是呢 他发现了我的改变 他可能在默默 在微信圈里面 关注我 但是我不知道 因为我们平时来往不多 但是后面呢 最近这两个月 他被我感染了 然后也是皈依了三波 受了五戒 然后呢 现在也在开始念了 楝言咒 他就说 他说佛法太不可思议了 他说 因为我们认识了有 十四五年了 他说 因为前后一个变化 就形成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对比 他说你 就是整个的面向啊 什么的都在改变 他说没想到这个楝言咒 我说我这两年就是在专修这个楝言咒 因为楝言咒开智慧 然后呢 就是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呢 不会像以前那样子 就脑子里好像塞满的江湖一样 然后呢 现在思路呢 就做什么事情 思路会很清晰 然后呢 没有以前那么笨的 以前觉得自己真的很笨 但现在呢 那就是说说不上 说不上我有多大的智慧 还还谈不上 只是比原来真的 要进步很多了 我觉得是 然后包括家里的家里人的身边的朋友 他他也是这么认为 这这样我觉得 更加坚定了这个楝言咒 因为我一学楝言咒 我不知道可能跟楝言咒的一个缘分 我当时我就发现 因为我生生世世不忘念诵此楝言神咒 我也希望更多人能够练诵此楝言神咒 所以呢 就是说 当我一了解了这个 上身下空法师以后呢 我就特别的 我说我要护持他 就算我做不到像他那样子 我也要护持他 我特别心里面特别特别的赞叹他 我说男的能做到已经 能做到这样已经很了不起了 我说女的师父 出家师父 能够把这个楝言大法 能够把他发用光大 我说更加的了不起 所以的话就是说 在这方面呢 就说家庭教育这方面对孩子 现在我儿子过去那两年 他叛逆的特别厉害 其实现在我学习到了 其实不是真的孩子叛逆 是因为孩子在成长 而我呢 还是用原来原有的那些固定的知识 和见解去要求他 去责备他 然后呢 没有跟着他一起共同的成长 然后呢 我两个儿子 我大的十十岁 小的六岁 他们都在看着妈妈的变化 原来呢 我从来不会跟他们道歉 然后呢 现在呢 他会发现 妈妈会跟他道歉 做错了 会跟他道歉 会跟他忏悔 然后孩子呢 我的大儿子 现在跟我越来越勇气 我就发现 其实真的不是孩子叛逆 是因为我们自己 不懂得去成长 然后他们就会说 妈妈 佛法真的 真的好殊胜 好了不起 我儿子 我现在我大儿子的 每天就让他念文书心咒 心经 小儿子每天也是 他在小中班的时候也 学会了背心经 就让他每天一遍 然后放暑假 在家里的时候 每天七遍这样子 所以的话 现在我们整个家庭 现在是越来越和睦 现在我爸爸呢 这一两年 特别是从去年开始 原来我都不懂得 怎么去 去感化我的爸爸 后面呢 我也是 让地藏王菩萨 加持我 加持我 让我有智慧 让我开智慧 怎么样去 去感染我爸爸 让我爸爸来学佛 后面我发现 原来我不懂方法 然后念论文书之后呢 很多的奇思妙想 就会从脑子里蹦出来 你知道吗 然后呢就会 我现在呢就说 我爸爸也被我感染了 他要开始 我让我妈妈 我就让我妈妈 因为我没有办法 做到在身边去 孝顺他们 去陪伴他们 所以的话 我就让我妈说 我说 让妈妈 因为妈妈每天都念佛 他不认识之所以的话 就是说 认识之后太长 他也念不来 我有没有办法去教他 所以那念佛 让他每天 教爸爸念 观世音菩萨圣 我说只要他能念 我说都可以 然后 我有时候回家的时候 我就 我就教我爸爸 因为我爸爸 现在对我不抵触了 他也看到我的变化 看到他女儿跟过去 真的不一样了 所以呢 他呢 因为我爸爸那项 不吭声 我说爸你 我说这样子 我教你念这个 乐音咒的五大星咒 我说就五句 很简单的 就教他 第一次就教他 念了二十一遍 然后他就笑呵呵的 跟着我念 我觉得真的佛法 真的 完全的就是 把我的整个生命 颠覆了 包括的 就改变了 我的整个的家庭 所以的话 我特别特别的感恩 也特别特别的 我这一次来到佛母寺 那一天去念香的时候 其实我 我原来我就想 哎呀 其实没什么 就念个香 平常心就好了 但是我没有想到 在靠近 神功法师的那一刻 我那眼泪就 我要控制不住 要流下来 就很想哭的那种感觉 其实后面师傅也说了 哎呀 流鼻涕 流眼泪 其实我 我不是难受的哭 我是觉得 幸好前一次有种下这个福报 我非常的庆幸 我今天呢 就是我经受过了 之前经受过那么多的挫折跟痛苦 然后 我今天还能够遇到这个正法 还能够遇到明师 呃 这 我参加法会今天第五天了 给我的感受就是 末法时代 明师难遇 我跟我朋友是这么说 我说明师难遇 我说师父 呃 虽然管教很严 但是呢 他又非常的慈悲 我非常的赞叹他 我觉得他有那种大丈夫的 胸筋胸怀 又有女性那种细腻温柔 就真的 我对他真的是 佩服的五体投地 真的是 感恩 非常非常感恩